以前講過的 因為上一次我去 一個禮拜前我在台北演講 我在這裡 把它先動說起來 還沒有要講過的時候 我現在只是在跟大家聊天 所以我就想起 人生的意義就想起 三年前 四年前 我到高雄 因為談到呢 我一個親戚 兒子結婚 那談到結婚 談到婚姻 我就想到兩個 一個 也不算是笑話 我念給各位聽 有一個兒子問他老爸說 聽說非洲有些地方的男人 到現在還要結婚以後 才認識他的太太 是真的嗎 父親回答說 兒子啊 不但是非洲 是全世界啊 那麼這個是男性沙文講的 我們現在換過來 一個女兒問他媽媽說 聽說非洲有些地區的女人 到現在還要結婚以後才能夠認識 他先生 母親 回答說 女兒啊 錯了 是全世界 是全世界一樣啊 這道理一樣 那這個原來是沙文的 男性沙文要用來諷刺女生的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 通常是相反 比較嚴重 那所以 要去參加一個婚姻 那 他們都請一大堆有名的人 上去 講 字詞 你要知道 參加結婚最討厭的就聽到那些字 因為 通通是 華善可憲 而且 通常只會要人家 擾身貴職 好像結婚只為了干那黨的事 所以 等到我上去的時候 我就站在那邊 一下子想不出要講什麼 我就說 我實在想不出結婚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 一個杯子 之所以叫做茶杯或尿杯 是要在使用過後才知道 因為 結婚 總在滄桑後 真相 總在意料外 哪一說 不知道 不知道就好 人啊 從來不是他的經驗之所生 上帝也從來沒有創造有經驗的人 可以重複演出的叫戲劇 永不回頭的叫人生 因此 生命意義 要找生命的意義 大概兩個態度 不同的態度 一種叫 像生物學家 楊老師在 喔 顯微鏡頭下 在那邊 切這個 micro country 什麼東西的 你在生命 你在生命裡面 Find the means in life 在生命裡面找意義 通常只會找到 物中花 水中葉 顛倒夢想 你怎麼形容生命 你去看看現在全世界所有對生命的定義 大概也只能找到那樣 所以另外一個態度 Mind the means to lie 什麼意思 直接去過活他 直接去過活他 直接去過活他就是說你自己去決定出意義來 所以你們結婚的意義 干親抵視 干我抵視 那是你要自己去決定 你要去活出什麼樣的意義來 所以我只好說 雖然 幸福不是由祝福而來 我還是忠心地祝福你們好好的經營你們自己吧 我講了大家這樣感覺 通常道理 你們以為現在出家來學活在幹什麼 各位朋友 學活或投入宗教信仰不是在逃避 只是要具備一種無我的人格去做無私的生活行為 出家不是要逃離 俗數的生活 而是要從小我出離 進入到大我的真的無私的奉獻 可是這之間根本不是用假的 不可能用假 一年前我到印度 我去看那個古提嘎印 佛陀正道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在那裡正道 那是鬼打架誰知道 但是帶我去的喇嘛說 全世界到全球 就是那一個點的磁場最好 我就跟他講 你是因為知道那裡是 是菩提嘎耶才那樣的還是 真的那個地方客觀有什麼磁場 我們來車看看好不好 他說大概兩者都有 最近的體會大概可以知道 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神 那清普離開的時候 那裡有大佛 不是大佛 有個大塔 那個大塔也是後來才蓋的 以前的通通毀掉了 那是因為怕拼 戰爭的關係 把原來的塔整個圖 蓋起來 後來再拆開來的 那那個地方是還不錯的是 真的是有那一種混為 那種混為是因為最近的人 把它轟拖出來的 你要知道 沒有最近的那一種貓拜 就沒有那種氣氛 你要知道 要成就任何一個什麼樣的宗師宗派 基本上是由信徒所形成的 那我去那邊的感覺呢 我就是用感覺看看 進去要脫鞋子嘛 因為那整個場地都是很 裡面是大理石鋪的 那我就走在 就相傳是有一個那個金剛咒 就是佛頭在那邊正物的地方 那我在那邊呢 已經到了第三天了 那我在那邊走 那裡兩棵菩提樹 葉子掉落下來 都會馬上掃光 基本上那裡是一層不染 乾乾淨淨的樣子 那我到第三天呢 我就朝著那個金剛咒說 佛頭啊 我對台灣來 台灣人 我有一個習慣 那小貓 所以我來這裡 來此呢 我不求華 不過那個菩提葉很漂亮 你送一會兒給我好 我給他徒休了 然後接著呢 我就走七步 就看到地上有一片葉子 就撿起來 撿起來 撿起來這一幅葉子 是個小小的葉子 而且屁股還歪的 歪肌的 歪斜的 歪斜的 我就都在擺了 我做了 你怎麼這麼小貓 小貓知道意思喔 這麼認識喔 讓我自己這麼小的葉子 阿哥哥 歪腳什麼 拜託的 再走七步 真的又看到一片 比較大 而且很完整 這樣就好了 不要再給人家要了 我就拿了出來以後呢 隨便地上到處都是菩提葉的肉葉啊 漂亮的一大塊 我就隨便撿一片 好大片 又圓滿 又漂亮 我就把這三片 copy起來 這個壓制起來 請問你們 我往後拿起這三片葉子 我眼睛第一個會看到的是哪一片 第一片的歪肌的小的幾首 尊嚴崇拜 前衛崇拜 會看到最大片的幾首 嗯 自我聯繫 我告訴你 你要 你應該有很多淡數才可能得到答案 這裡沒有答案的 也沒有什麼正確性的 拿起來 當然先看到大片的 小片的是你個人私人的情感等等啊 其實我講這個 我講這個故事 不是要講我現在要講的 我基本上要告訴你 所有佛法根本的原理 活在自我心中 身外無佛心外無佛 我去看那一片小片幹嘛 佛陀釋迦摩你 替你成不了佛啊 這個是在呼應前面的 你找生命醫 你要自己去找啊 像我現在這樣講 你們會 大部分的人會回答到小片的 這個叫做 迷思 各位 你們要透出的就是這個東西 面對 可是問題是 我很多的課程 就是在強調這個自覺性的東西 你一見證聽就知道 但是你如果要去 你如果要用過期的那個上課 不是去上課 這樣是沒辦法 這樣改他就好了 你現在什麼資訊都找得到啊 幾年前了 我會覺得現在 現在 坦白講 現今在台灣大學裡面 上課的教授老師們 有幾個有資格 可以擔任那個職位 現在你要資訊 網路上什麼 一早就有了 請問他在那裡 重新講一處 有什麼意思 現在的老師的價值 他的意義在哪裡 對不起喔 在座有很多都是私自剖的 對吧 我還是不要一開始 就把老師這個講的 那個你們聽不下去 我也是所謂老師啊 你知道有四個字很可怕 好為人師 那完蛋了 這個人完蛋了 所以我告訴你 我一無四處面目可爭的原因 是這樣的 不過我們還不要 我幾年前 為了去找幾個所謂的答案 所謂的 念了兩年書 再去跑一趟這個印度呢 我才知道 印度 所謂你要找行真正什麼佛法之類的 你現在去印度 已經佛法已經被融入在整個印度教裡面了 已經沒有所謂單純的佛法 anyway 可是這些要自覺性的東西 我們慢慢來 我們先接著 第二部分 我現在先說 你碰到的問題 困境 我們生命裡面 雖然說 我們剛才講的 對啊 一大部分的煩惱是自導的 問題是 並不是 你在給我怎麼加持 怎麼講都沒有用 我們會碰到 碰到的時候怎麼辦 碰到困境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 我直接讀各位的臉圖 你們現在不是講臉書嗎 我是讀這個臉圖的話 我就讀得出來 讀得出來什麼東西 你目前遭遇什麼樣子的困境 這是所謂神通 那個站著按下 碰到了一些困難的時候 怎麼辦 我年輕的時候 經常去東大富小的小操場在跑步 看最多的是什麼 那個爸爸肚子好大 那個媽媽也是很臃腫 然後那個小孩子很可愛這麼小 然後兩個父母在罵那個小孩 要運動啊要運動啊 趕快去跑啊趕快去跑 整個操場最需要運動的 就是那個講話的人 那個就呆在那裡 你會發現是這樣 然後我那個時候 在跑步在他媽媽的時候 到夏秋吧 忽然之間覺得後面有什麼東西 攻擊過來了 我一轉頭一隻鳥 啪就走 第二圈的時候 又發現一隻鳥又過來了 喔我知道 已經看清楚 那叫活青 烏秋有很強烈的靈異性 在他竹草的時候 你靠近大概不到20公尺 他就下來攻擊 所以逼得有些以前 東部有一個小學校 一個小學啊 那個小朋友要上學 都要帶雨傘 不管有沒有下雨 就是要防那個鳥來進攻 不然就躲到臭頭 那等到我到第三圈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 只要一感覺有什麼東西過來 趕快回頭 他就跑掉了 同樣的道理 東南亞 東南亞 印度 印尼 老虎啊 那吃人 一年吃掉 他幾十個人 那他們研究了一個應付的辦法 就是製造一個面積 掛在這裡 被老虎吃掉的 這個死亡率 降低六成 所以你現在知道了吧 面對困境的辦法 唯一的最佳辦法是 面對他 我們人的眼睛 你知道這個視覺 哪一個地方最敏銳 最完全看得最清楚的是 在這個 差不多一百七十度左右 沒有 因為這裡是前反射 金戈彎球 進來 季光最多 可是呢 我們已經只習慣看前面的 不習慣看旁邊的 可是你難道沒有發現嗎 當你看著這邊的時候 你發現 總是這兩邊很清楚 有沒有 就是這一個小小的畫很清楚 因此到晚上的時候 沒有光的時候 你在左夜路 只有這兩邊看得到東西 結果又看不是很清楚 前面整個黑幫 旁邊兩個東西 左夜路的時候 再加上平常 你大概壞事做很多的畫 這個時候就產生了 不一樣不知道 有什麼夢想 對吧 當你感受到恐懼的時候 只有一個辦法 面對他 這才能夠解決 可是 問題嗎 不管怎麼面對他 你一直在創造新的議題 而且呢 你知道人最難改的就是習慣 就像呢 拿一個杯子 毛毛蟲一放 那個蟲 那個是毛毛蟲 還是螞蟻 忘掉了 毛毛蟲 它只會沿著這個 一直在走 因為它的習慣造成它 你知道佛法修行整個裡面 最大的就是要解決 習性習氣的這個問題 時空一直在變化 永遠是無止境的大浪頭 人啊 是喜歡衝浪沒有辦法 所以你一定會遭遇到 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困境 面對它以外呢 可是呢 另外還有另外一方面的態度 就是說你在遭遇最人力無法抗擊 最淒慘的時候 你要該怎麼辦 我就想起一個小故事 有一個國王 他呢 經常玩腦 所以呢 他就聽說呢 有一個他們整個國家裡面呢 最有名的 會做那個金戒指啊 金將就是啦 他呢 把他找來就跟他說 欸 你要給我打造一個戒指 要讓我戴那個戒指的時候 就不會有煩惱 不會有逼傷 也難過 那個金戒指給他限定一個月 這個故事很多人都聽過 結果這個金戒指怎麼辦啊 到了第二十九天 明天要交戒了 他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突然想到 有啦 他就在一個金戒指上面 打上一個字 一行字 一切都會過去的啦 那給我啊 那國王呢 有一天啊 正在難過的時候 只要看一下 一切都會過去的啦 是不是這個樣子呢 其實這只是一個比例而已啦 如果這個話 告訴人家有用的話 那就現在啦 新台幣 單醬油吃起來也很好吃啦 這是只是好看啦 好聽不一定有用 不過 記得 在背景裡面呢 有一句話 半笑話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就能夠不信 只有兩個教不能信 一個叫比教 一個叫計教 那這個比教跟計教怎樣 十幾年前我看過一個電腦的實驗 護自兩個武功完全一樣的人 讓他們對答 只有一個差別 誰先出手 那麼從電腦概例 從數學概例 算起來 他們打贏的勝利 當然是各五十person嘛 對不對 而且是 因為數字越多的時候 越七項五十比五十嘛 這樣才對嘛 所有理論都在 因為兩個完全一模一樣 差別只有哪一個先出手嘛 可是呢 電腦run下來的結果 發現數字越多的話 越呈現是 先出手的人先輸 你們記不記得那個三船閩囊 早一遍在日本的武士 所以所謂的計教等等啊 你先出手不一定能 我小時候 不是小時候了 念大學的時候 最會計教什麼 我唯一計教的是時間 那我計教時間 計教到什麼程度 我要上大一之前 我先把整個 那個台大地圖拿來看 是周圍哪裡 離開我們那個 最近的地方 就這裡 然後呢 我在人家 還沒有上課的時候 就趕快 暑假就去 那個附近 你不用看哪 哪裡要推出來 那已經太慢 我一家一家 去按電源 你如果家要做嗎 你如果家要做嗎 讓我按到第二家 就按到了 因為那個本來 他那個學校老師的職員 學校的職員 那他呢 有幾個那種 採房趕快 還走好歇 暑假期間 翹好走了 我馬上牽下去 你知道 從我租的地方 一出來 踏進當時 現在已經拆掉了 植物系的 戲管的那個側門啊 門口大門 我跨大步一點 跳好七 每天我要上 我在屋子裡面 聽到學校上課鐘聲響 再從那裡 跨七步就到達戲手了 所以在這七步裡面 就可以主鬥男鬥騎 鬥在腹中氣 可是我那樣計較的結果 又怎樣呢 你知道最大的時間 是耗費在什麼樣裡面 那個你要去看西方的統計 才有意思 睡覺通常三分之一嘛 還有多少多少吧 甚至於還有十幾分之一 是用來找電視遙控器的 是啊 是不大能夠比較跟計較 問題是這些又如何呢 根本的內在如何去解決 所以我這個課程有另外一大半 整個要談的是 送電視遙控器